大陸委員會即日起調升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旅遊警示燈為橙色燈號 大陸委員會即日起調升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旅遊警示燈為橙色燈號 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旅行 那鑒於陸港澳近年持續徵修相關國安法令 目前已有相當多起國人赴中國大陸遭留置盤查的情形 近期中共用放布關於依法懲治台獨顽固分子分裂國家 煽動分裂國家犯罪的意見 那政府經過整體評估 政府認為有必要自今年6月27日起提升赴陸港澳旅遊警示為橙色 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赴陸港澳旅行 那陸委會要再度提醒國人應該慎思赴陸港澳之必要性 但是如果的確有陸入港澳的需求 建議應該避免觸及或討論敏感議題 避免拍攝港口 機場 軍事演習場所 避免攜帶政治 歷史 宗教等書籍 我覺得是我的話會還蠻緊張的 就會比較擔心說 那去的話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那你會覺得這就是 大陸那邊有動作 所以我們政府有動作 那這樣你會緊張嗎 會 會 就是就旅遊的部分還是就政治戰爭 如果不去旅遊的話 就是可能會有點擔心說 那我會不會到那邊會發生什麼問題 我可能還會再觀望看看吧 對啊 那如果就是一直持續這樣的話 我可能還是 有機會的話就會想趕快 先去中國 趁現在警戒的燈號 還不是紅色的時候趕快去就對了 對 還不是最高級的時候 我就先去